据叙利亚通讯社消息 当地时间30号 美军在叙东北部地区再次偷油 将盗取的原油 运至美军位于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报道称 美国在叙非法驻军 当天使用45辆油罐车 满载从叙利亚东北部油田盗取的石油资源 通过马哈茂迪非法过境点 前往美军位于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当地消息人士称 在油罐车车队离境后 美军还用一支 由50辆卡车和冷藏车组成的车队 将一些农产品 通过瓦里德非法过境点运送出境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美国在叙非法驻军 仍占领着叙利亚东北部大片土地 并同当地反政府武装合作 频繁盗取叙资源 严重加剧叙人道主义灾难 根据叙利亚官方公布的数据 叙利亚2022年上半年 石油日均产量约为8.03万桶 其中每天约有6.6万桶石油 遭到美军及其支持的 武装势力掠夺 也就是说叙利亚石油的 82%都被美军偷走 另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 今年仅在6月上半月 美国在叙非法驻军 就已经累计使用超过 114辆次油罐车 倒采叙利亚石油 除了石油 美国从叙利亚掠夺的 还有粮食 叙东北部哈塞克省 是油仓也是粮仓 需粮食产量的六七成 集中于该省 据当地媒体报道 美军曾多次走私 或烧毁叙利亚小麦 叙利亚曾经是粮食出口国 如今却面临粮荒 需要靠进口满足内需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 目前叙利亚有约1240万人 无法获得粮食安全保障 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情况 叙利亚政府多次谴责 美国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联合国宪章 给叙利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